第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前三行就是基本的 这个是连线到资料库 这个是连线到资料表 科舍物件虽然科舍名称 它取的叫科舍 应该是英文意思应该是游标 滑鼠那个游标 可是其实在这边 应该比较正确的意义 应该就是资料表 资料表物件 所以资料表物件叫科舍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下一个命令 然后让它execute去执行 所以命令下完执行 命令下完执行 所以以后都是这样 如果你要下什么样的指令 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 OK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改改什么呢 我希望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编号 如果说我这样输入 我怕说我下一次输入到几号 我忘记了 所以尽量 而且不能重复 编号如果重复很麻烦 那以后要 key是唯一的 不能重复 像你的身份字 你不能说 我今天编号 编到哪一个户政单位 不知道 又给你编一个重复的 那以后 假设一样的身份字 如果犯的罪 到底算谁的 警察临检 你犯罪了 为什么 我没有犯罪 我一查 为什么有两个身份字 要一模一样的 这样不是很麻烦 这样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绝对不可能会有这种状态 车牌也是一样 车牌也不可能重复 如果车牌重复的话 那麻烦 罚单应该要寄给谁 对 而且现在像停车场都车牌变识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 以后其实也 像影像变识这个会越来越普遍 甚至的话 你那个进去的话 甚至人脸变识应该有可能 只是说这个会有一点隐私侵犯到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是自己愿意的 比如说你可能进去 那个场所是公司 公司可能会给你填一个意象 你要同不同意 以后的话 用那个 比如你要进到公司 你也都不用刷卡了 你也不用打卡了 对不对 你就进去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那种摄影技术都非常 非常的成熟 然后呢 马上便是马上就开门进去了 你也不用做什么事情了 只是说这个 这个当然有隐私的问题 不过慢慢应该都可以解决的 只是说像对岸比较没这个问题 反正他们也不用你同意 你就是要同意 你也不能不同意 你不同意你就要离开 你也没办法离开 我们还可以说不要 对不对 我们有人权 所以他们那个什么天网系统 很可怕 你犯罪的话 等于你也无所遁形了 所以你也不敢做坏事 马上被抓起来了 那现在台湾其实也是啦 只是说可能还有人权的问题 不过台湾的警察还蛮厉害的 破案效率实在很高 一下子马上就抓到歹徒了 哇真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 资料形态 一般的话最少就是文字 如果你都不知道 没关系 用文字就好 文字就通吃了 文字什么 反正你可以很大很小 文字数字什么都可以 但它的缺点是没有效率 第二个的话问题是 将来你要查询的话 你的比对方式就不能 大于等于小于那种的 或者是 如果是日期的话 你就不能用between 介于什么 所以变成什么 如果你将来要用数字的话 请你改 比如说编号 我希望把它改成叫int 整数的话叫integer 那如果是有小数点的叫double D-O-U-B-L-E double 如果日期时间的话呢 就是daytime 大概这四个就为主要 其他的话就是次要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网络上一定查得到 但是目前你大概知道这四个 我想应该暂时就够用了 OK 也就不用记那么多 因为像我觉得Excel 是一个处理大数据的一个 蛮方便的一个工具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 它也是同样的概念 就是你输入资料的时候 它从来没有问题说 请问你这个资料 你要放 你要输入的数字 还是文字 还是日期时间 但是你输入完之后 它自动帮你辨识 而且你之后再去处理 它到底是数字还是文字 所以有点像 它预设就是TESEL 那刚好比较符合 那个大数据的那个概念 就是大数据有个定义 就是资料来源不确定 那如果资料来源不确定的话 如果假设你已经预设 它是一个数字 结果它来了个文字 那就会放不进去了 OK 所以资料库有一些限制 当然如果你担心说 你的资料来源不确定的话 那你可以全部都用TESEL 不过现在我们先把它改成 Integer好了 第一个 所以第二个的话 我们干脆另外再建一个Table2好了 因为如果用Table1的话呢 如果有冲突 我们赶紧改一下 我们刚才Integer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它 不要让它重复的话 这边的话你可能要跟它讲说 空一格之后 这一个栏位的话呢 它叫做Primary Key Primary Key应该知道吧 就是它这一栏的话呢 是当成是主Key 那这个Key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 它是不能重复的 Unique的 唯一的 OK 第二个概念是一定要有资料 就是拿成怒 就是一定要有资料 没有说那个Key 就是你这个人没有身份之号 不可能吧 对不对 如果没有身份之号的话 在台湾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做的 警察吗 问你身份之号 我的身份之号是怒 是没有 那怎么办 就查不到你了 那你就等于是 不是 不属于这里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它 如果说我今天输入第一笔 如果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第一个 它就建立了 可是如果说我这个没改编号 我在执行一次会怎么样 它会马上跳出什么 你要输入的东西呢 重复了 有没有 这个叫Unique Unique的话呢 就是呢 你要是唯一的 你不能 你不能重复 所以它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有错误 你这个Primary Key 一定是唯一的 你不能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不要出错的话 你就变成你要把它改成2 再执行 按OK 就不会出错 有没有 OK 所以如果你再执行的话 2能不能再 不行 有没有 所以要把它挡起来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会有个主key的话 那你一定要记得Primary Key OK 但问题来了 每次我都要先确认一下 那不是很麻烦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我们不要输入key 我要让它自动帧号 比如说我第一次就1号 第二次就2号 那你还有个方法 这边的话 还要记一个 一个单字 叫自动帧号 自动帧号的话 叫什么 Auto Increment OK AutoIncrement 就是自动帮我帧号吧 OK 那其实这个应该不难记 AutoIncrement OK 自动帧号 OK 那我一样 我干脆把那个table改 Table3好了 因为Table2用过 我干脆这边也一样 改一下3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这边已经AutoIncrement 所以你特别注意 这个栏位 就不需要了 只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 那个栏位不需要 但是 你前面这边变成说 如果你只一个栏位 要一个栏位 不要的话 那你记得在 Table03后面 还要再加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跟他讲说 我要的那个栏位 那个什么 TL 等一下 TL那个栏位的话 要加资料 那另外一个不要 另外一个自动帧号 如果说你这边 原来是空的是 意思说两栏 反正就是这两栏就对了 他也不用特别说 如果说你只是单一栏 要增加 另外一栏不用的话 那你这边 可能要叙述一下 跟他讲说 帮我放资料 到电话的那一栏 那你想 那个Number 因为Number 是AutoIncrement 所以不用 不用新增那一栏 他会自动帮你加一号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注意 这边要加 然后Values 放这个 那一样 我们先新增一个看看 那这边改Table03 Table03 输入一下 没问题 然后再换一个好了 12345678 OK 执行一下 我你会发现 都没有错误讯息 表示应该已经新增进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输入成功呢 很简单 跟各位刚一样嘛 开启那个 我们的Cursor01 然后你会发现Table03 有没有 这边会出现 它的形态 Browse一下 Table03里面有没有资料 有1跟2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不用输入的 我只要输入这一栏就好了 OK 那顺便的话 请各位把它改一下 也许这边的话 假如我希望 这边有没有办法 让我用Input 然后直接就让我 执行就输入三笔资料 执行就输入三笔 那怎么 这边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我这边加一个Fore回圈算了 我这边底下 我刚刚写的 这欧托影课 这边都有 刚刚的那个 如果说我要只输入三次的话 那我可以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Input 这个Input的话 那我可以把什么 把这边加一个Fore回圈 For I in range 3 意思就是0 1 2 到3就跳里了 请输入电话号码 那我就输入一个电话号码 那这个电话号码 其实主要是放在这里 OK 特别说这边按一个Tab 因为呢我就一边输入完之后 我总共要输入三次了 一边输入完 一边Insert into 再跑一个 再跑一个 总共跑三次 但问题来了 X这边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蛮 比较注意一点 你要把X放到这边来 记得 这个 第一个把它改成什么 X但是你特别说 一定要是双引号双引号 先隔开来 移到中间 加加 再移到中间 再一个X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 可以看懂这意思啦 因为X是一个变数 你不能直接就把它放到中间 因为它整个是字串 你一定要把字串切开来 放在中间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因为很多城市 其实一定要这样写 特别说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本来是写成这样 那未来呢 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如果你要把X放进来 你必须要把它分开来 放在中间 如果你要放在中间 记得 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的话 有个诀窍 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加加 移到中间 反正就两个双引号 串在中间 这样OK了 好 那这样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要 一个回圈 让我输入三次 然后Commit 存档之后 离开 好 试一下 所以这边会提示我 请输入电话 所以我就 02456789 随便输 输入错了 应该输到这里 第一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 第三个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它就跳离了 并且把资料 放到里面去了 OK 这样的话呢 其实 那个编号部分的话呢 会自动跑 你切过去再切回来 有没有 看一下Table03 有没有 有了 我刚刚输入的 三笔资料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说 再增加 那个 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一 就是把它的形态 改成Integer 那当然如果说 你实在是不想记太多了 最重要一定要Test 其次就Integer整数 其次就Double 是有小数点 再其次就是日期时间 就Date Time Date Time 日期时间 是种比较常用的形态 那后面如果这一栏是Key的话 你就加一个Primary Key 那如果这一栏的边 它要自动加一号的话 那就Auto Increment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后面再写一个回圈 让它输入三次之后跳离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输入三次跳离 不过呢 未来如果说你的 这个资料 已经在 像是那个外部档案 像Excel啦 CSV啦 TST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读档 把档案读进来之后 一样可以用InsertInto 一直丢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资料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了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可能要再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外部档案 所以之前的东西 要再复习一下 开档之后 再把资料 逐一逐一的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就完成 所谓的外部转档的作业 OK 这还蛮重要的 工作上也一定会用到 那如果说 你有建立一个资料库的话 以后你要再查询资料 再去做后续报表 像如果你 假设没有资料库 你要做那个reporter的话 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通常的话 一定会先把资料 先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再去做后续的报表 可能流程会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假设把它当档案处理的话 真的做报表还真的很困难 可是资料库 有资料库后面就简单的 所以特别注意 请各位先试一下 了解一下 那个新增资料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包含就是栏位的形态 那这边我没有讲太多了 就是四种 当然资料库里面 不止这四种形态 还有其他的 不过如果暂时用不到 你们先知道一下 然后如果有需要其他的形态 像什么 像文字的话 还有所谓的chart跟varchart 长度你可以指定 那不过目前可能 那些暂时先 因为我们资料有不多 所以其实 暂时先 还先用比较基本的 如果你未来想要再去做一些变化 请各位自行参考一下 那个Seql的其他的说明 改一下一些形态就OK 那第二个就是 那个Primal Key 在AutoIncrement OK 那在手动输入三笔资料 看会不会成功 如果你这些都成功的话 那之后的话 外部读取档案 主笔输入就会更简单的 试一下